屏东高中海洋男生合唱团 和高雄新兴国中音乐班管弦乐团 及屏东仁爱国小音乐班弦乐团 上个月在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南区决赛 分别拿下各组竞赛特优第一 这三个团的指挥都是黄敬兰老师 他除音乐造诣高 授课经验也非常丰富 更重要的他使用满腔的热忱 为台湾培育更多优秀音乐人才 锦南老师他从基础教育 就在仁爱国小担任指挥的一个教学 然后国中端是在高雄的新兴国中 以及新兴高中 那高中端就在屏东高中 所以他有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授课的经历 然后也愿意留在屏东 为我们的子弟教育而努力 其实包括五校或六校的青年的合唱营 也看得到 锦南老师愿意奉献 他不是只追求自己上课这个衣物而已 他是在追求一种生命的成就 这种生命的成就 是在影响每一个孩子 而不只影响自己的孩子 还影响有效的孩子 所以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王锦南高中毕业后保送台师大音乐系 主修低音提琴 研究所则攻读管弦乐 及歌剧指挥技巧 虽然留在北部发展 有更丰厚的资源 不过因为对家乡的情感 他决定返乡奉献自己的音乐专业 多年的努力 成果逐渐展现 他指导的学生及乐团 音乐表现相当亮眼 其实我觉得 其实学校给我很大的一个自由的空间 然后他们在比赛也都不会跟我说 加油加油加油要比赛 他们都知道说 因为我实在是太乐在其中了 因为虽然在每一届的孩子 他们不同的就是个性 那不同的磨合的时候 那当然对我来说也是不同的挑战 这次三团三金 我觉得最骄傲的是 我觉得他们在整个的团队的 不管是纪律也好 他们的理解也好 整个的共识也好 我觉得他们更知道 就是黄老师要的是什么 黄锦岚说 除了跟音乐上的默契 他希望他的学生 在音乐学习路上要学会自立 例如搬乐器这件事 不需要家长帮忙 自己就能做 也展现在他们年龄 应该有的成熟度 未来他希望持续点燃 学生对音乐的热情 为家乡培育更多优秀音乐人才 评论新闻张如意卫德卫采访报道